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今年的第14号台风 南马都在今天凌晨2点钟形成 气象局预测它的路径 将朝西北往琉球海面移动 不过根据欧洲的预测模式 13号晚间的资料 南马都出现了兴趣性的变化 通过琉球之后 路径呈现倒V字形 南坠直呼台湾 不过国内的专家分析 这种情况几率非常的小 欧洲最新的路径已经修正 只是南马都环流范围比较大 未来移动的方向 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 北台湾的天气 梅花台风前脚才刚走 后头南马都接力深沉 而且才刚成台 环流就长得非常大 根据13号晚间欧洲模式预测 竟然出现戏剧性的转变 原本稳定朝西北前进 过了琉球之后 突然呈现倒V字形 往南坠直扑台湾 真的有可能吗 其实那个是不太合理的预测 有时候电脑模式会跑出 一些不太合理的预测 通常这种时候可能 新的资料在进来之后 它就会修正 大部分的预估上来讲 都还是比较偏 在琉球巡岛以后转北 受到北方朝鲜的影响 会转到日韩一带 民间气象台湾台风论坛 也在脸书发文 南马都出现戏剧性变化 应该吓坏不少人 但戏剧也相当发散 南距台湾西进中国 北转日韩都有机会 接下来还会持续修正 其实南马都这个名字 这次已经是第四次被使用 前三次204年和2011年 这两次都直接登陆台湾 有没有可能再续前缘 专家说缘分恐怕很浅 但路径变化不排除 有机会影响到北台湾天气 只要它不接近到 大概通过到琉球那坝 这一带的这个距离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影响 大概都还好 如果它真的走到了 琉球那坝以西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确离我们就会比较近 情况就会有点类似像 这关过去的这个 轩蓝路或是梅花台风 17号之后其实是逐渐接近了 那已经会有一些水汽 影响到北部地区 那在18、19 看起来是距离稍微比较近一些 台风赶进度 接力深沉 相关路径变化 还得持续观察 记者这张情形国台报导 难怪 稍微 离稍微 眦